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匠 江航传媒的男艺人似乎都会陷入隐婚生子的传闻 此前高伟光就多次传出早已结婚生子 女方从前女友杨盈盈 到怒情湘西里饰演花灵的演员阿丽雅 不过呢,却没有得到高伟光的回应 就在这几天呢,另一个江航传媒的男艺人也被报已经结婚生子 这个人呢,便是张彬彬 原来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某直播软件上称张彬彬早已结婚生子 爆料者呢,自称是小区邻居 还称张彬彬孩子已经一岁多了 此外,爆料者呢,还透露张彬彬今年投资了一家会所 但生意呢,不景气,亏了不少钱 还有邻居补充他老婆是一乐圈的 但不确定是不是明星,不知道名字 消息出来后迅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而神通广大的网友又很快上了新的锤 有网友发现,在某点评网站上呢 有一条评论里见金线张彬彬 这条呢,是一个水上乐园的点评 认真地看一下这个评价可以发现 有提到这是一个比较适合亲子乐的水上乐园 而图片中呢,第二张图出现了张彬彬 由于张彬彬的那张照片拍摄距离呢 十分的近,如果是路人拍摄到他 应该很容易呢,就会被本尊发现 所以很多网友呢,猜测这个账号就是张彬彬的妻子 这个张彬彬隐婚身子对上了 不仅如此呢,还有网友发现 点评上出现张彬彬照片的水上乐园在无锡 而前面爆料张彬彬隐婚身子的爆料人 也提到了她和张彬彬都住在无锡 又对上了 那么传闻的这个隐婚的妻子又是谁呢 张彬彬出道后 基本上和她传出绯闻的都是合作过的女星 传的最多的就是迪丽热巴 不过双方呢,均否认了 再加上所谓的邻居爆料 是娱乐圈,但不知道姓名这个范围 迪丽热巴呢,基本上是可以排除了 而网友们通过邻居爆料的 是娱乐圈,但不知道姓名的这个范围呢 猜测最多的对象是张彬彬的经纪人 因为两人之前就传出过绯闻 加上张彬彬对经纪人非常好 绯闻呢,也越演越烈了 在2018年两人绯闻传的最热烈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跑到其经纪人微博笑谩骂 甚至还有传言张彬彬的资深粉丝 因为拍到两人的亲密照片而脱粉 后来其经纪人直接的发声澄清 自己单身再传下去呢 会耽误自己找男朋友 这段绯闻风波才勉强过去了 就在张彬彬的经纪人又一次卷入了绯闻风波时 张彬彬在微博上回应了隐婚传闻 她在微博发文称 准备过光棍节的人十分迷惑 还配了一个当场迷惑的表情包 虽然这个回应只有短短的12个字 但还是能看出张彬彬的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自己是单身狗 直接呢,辟咬了这个隐婚身子的传闻 由于回应的比较快 而且呢,也很严谨意害了 没有那么多弯弯要绕 很多网友呢,也都相信了张彬彬 觉得她确实没有隐婚 夸赞她处理速度很快 网友说她是83年的脸,93年的魂 粉丝夸她是最美古装男子 她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小鲜肉 但只是对到眼神就会被她的帅气吸引 没有距离感,不给人压力,不会太刻意 也没有过分亲近 张彬彬的帅有一种刚刚好的魅力 张彬彬出道至今出演了很多剧集 但是呢,似乎对古装的角色更加的偏爱 这也是源于她小时的武侠梦 彬彬说她喜欢武侠小说里的那种 跨意江湖的感觉 也向往的那种仗义直言的江湖情谊 说起自己扮演过的角色呢 也都是她的心头爱 她说,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有那个角色的魅力 虽然我演了很多古装戏 但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区别的 不光是她们的时代不同 还有她们每个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 除了一个个鲜明的角色性格呢 惊艳的古装造型也是她圈粉无数的原因 我觉得造型呢,是一定要符合那个人物的性格 这样呢,才可以辅助我去更加贴近这个人物 包括很多角色需要穿很多层的衣服 有时候服装的层次感、厚重感 也能让我饰演的这个人物更加分 刚刚杀青的小女花不沁呢 也是一部古装剧 张彬彬首次在这部剧集里 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聊起第一次跟林一辰合作中的趣闻 张彬彬说 有趣的事太多了 她不让我叫她一辰姐 她说叫我一辰就好了 她是一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女生 而且呢心态非常年轻 能很轻松的跟我们大家融在一起 我在里面呢有另一个角色叫连一克 她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 有一天的一场戏 是她感谢剧中的我救了她 她双手抱拳 原台本里面是 感谢连一克大哥出手相救 可是呢 一辰说 感谢连一克大侏手相救 说完之后 她一脸懵的问我自己在说什么 基于这些很小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啊 特别有意思 除了会演戏 张彬彬呢 还是一位电竞大神 说起自己擅长的游戏 她的状态 瞬间呢放松下来 她还特别自信的说 我就是电竞大神 可是呢 她问起她要不要和职业选手过招时 她又谦虚的说 其实虽然说我玩的还可以 但跟职业选手打起来呢 还是有区别的 在职业选手的眼里 我可能呢还是一只小菜鸟 前不久 在一次跟职业选手过招之后 她也萌生了一些关于职业电竞的想法 她说道 我真的想过在电竞这一块呢 有一些发展 除了我自己的主业 我非常的喜欢电竞这个领域 所以电竞有什么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去 冰冰呢有着一套专属于她的游戏电脑 从屏幕大小到硬件配置和鼠标键盘 都以专业的电竞标准配置 这相当于是她的战袍 即便是进组拍戏的时候 冰冰呢也会带着这套装备 她说如果拍戏得空 她会抽出一两个小时 来玩几把英雄联盟 她还会以游戏解说的身份呢 参与到电竞相关的活动中 观看高手过招 从中呢学到提升自己的战法和技巧 当我们问到 如果将来的女朋友不喜欢你打游戏 怎么办 她的回答是 首先她要接受我打游戏 我才会跟她在一起 对于游戏的热爱可见一般啊 甚至冰冰和偶像的接触 竟然呢也和电竞有关 她的偶像呢是周杰伦 经和周杰伦一起对战英雄联盟 最后还战成了平手 身为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小时候呢也因为喜欢音乐 做过淘气的事 小时候呢会用复读机 听周杰伦的词带 假装呢在学习英语 说起来现在一些短视频 APP主呢真的是谣言制造机 前段时间某短视频平台上 不少的APP主呢都晒出视频 爆料苏友鹏版的《倚天吐龙记》里的 轻易浮王的饰演者刘长生 在香港天桥底卖艺 而且呢晒帅的视频的APP主呢 并不止一个啊 因为刘长生在2014年拍完电视剧《丰刃》之后呢 就甚少的推出作品了 加上视频中的男子 与他呢确实有点像啊 事情迅速的在各大平台发酵 不少的网友都赶伤 老戏骨为何会无稀可拍 而去香港街头卖艺 消息出来后呢 连港媒都报道了此事 没想到几天后 事情发生了反转 刘长生的小儿子发文辟谣 香港天桥下呢 拉小提琴的并不是刘长生 二者呢只是长得像而已了 除了刘长生外呢 另一位老戏骨廖启志呢 也被某up主爆料生活潦倒 更为了生计 沦落到要在街头做小贩为生 视频中廖启志呢 正在卖衣服 看起来有模有样 非常的娴熟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后 一些视频博主呢 也争相晒出了 廖启志憔悴的视频 赞其虽然落魄 但人还是坚强 消息出来后 也在其他平台迅速发酵 由于廖启志的三儿子过世了 妻子又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大儿子呢 又因女装卷入过出柜的传闻 于是呢 真的有网友相信了 还为廖启志的落魄 感到难过 27号廖启志所在的经纪公司 终于发声回应了 其公司表示 这是电影剧照及拍摄的花絮片段 视频里呢 有工作人员在旁 直指不经何时 便胡乱传播 有违背道德 将会保留追究假新闻的权利 现在呢 又冒出所谓的张彬彬 邻居 爆料其已婚生子 儿子呢 已经一岁的消息 好了今天八卦与子酱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